这一集要介绍的是参数的设定 在参数视窗这边可以开启参数设定 出来的视窗会展示所有的参数 双点击任何一个项目就可以对参数进行编辑 可以编辑这个项目的名称ID 预设值 也就是指每次载入模型时最初会显示的值 还有最小值和最大值 也就是参数的最左端和最右端 设定好以后按下OK就会多出了这个参数项目 我们可以把不要的参数项目删除 也可以移动它的上下位置 另外左下角有一个Snapshot的功能 开启Snapshot就会把目前的参数形成一个透明图层 在制作其他角度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参考 按下旁边的Save 储存 就会把当下的参数记录成Snapshot 右边的C和数字12可以分别记录两组参数 按下数字1或是2就会储存当下的参数 键盘按下热键C呢则会切换这两个记录 开启左上角的Refine Search 就会只显示目前选取的物件参数 最右边的小箭头 则可以将所有的参数回归预设值 我们可以点击参数条最左边的标签 把两条参数合在一起 变成这种九宫格的控制板 以上就是这一集对参数设定的讲解 就是这一集对参数字一集